建立于十四世纪中西的明王朝 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巅峰时代 明代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省嘉域关市 东达鸭绿江畔 全长八千八百多千米 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最坚固最完整 气势最雄伟的长城 今天首都北京附近 从巴达岭到山海关一带的东段长城 更是由于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为世人熟知 七济光这位明代将领 是这段长城的督造者 公元1571年为了束手长城 完成计阵长城练兵 气势光从浙江进化义武等地 调集了南方兵 并允许官兵的家属随军守边 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 在秦皇岛境内 374.5千米明长城沿线 158个自然村 聚居着当年长城守军的子孙 我们下期再见 提到